這件呢 本身呢 它是走一個削尖路線 來 先跟你說 後面無線彈力 在這邊的位置是有非常舒服的薄圍 讓你做穿搭 幼兒身高161公分 再來就要來交代群場的部分了 這件裙子我只建議大家穿高跟鞋 這麼飄逸這麼漂亮的裙子 前短後長 穿了平底鞋 我覺得就失了這件衣服的感覺 來 問你們有穿一件牛仔短褲 完全沒有 發現我有穿對不對 好 所以呢 如果你是比較活潑 或是有時候走在戶外 擔心飄逸 那你可以像我一樣 隨便拿一件家裡有的牛仔褲穿在裡面 不會被發現 來 這個綁帶是直接車帶上面的 你不用擔心綁帶不見 這邊後面是有鬆緊帶的 直接拉開 我估計它的度圍大概M號以上一點點 L號以下 但是這件裙子我不覺得它特別的小 它在胸圍上也非常的大 而且它有帶罩杯 它有帶罩杯 就是讓你完全 如果你想穿美貝的話 貼一個new bra 就可以出門了 好 那這個綁帶啊 後面有鬆緊帶 你可以像我剛剛一樣 綁在後面 或者是你想要綁在前面 也都OK 這邊有個洞 如果你的小可愛是半截的 這個是有帶罩杯的 你不穿內衣 中間這邊會有一個很小很小的倒三角 好 所以呢 後背也是相對的 沒有穿小可愛就露出來 沒有穿小可愛就是全裸背 這個是黑色配有點溫柔姐姐的咖啡色 好 那你說咖啡色的角會不會黑啊 紫色角會不會黑 來 這兩個都不會黑的顏色 而且我覺得差不多 我覺得差不多好看 只是氣長度不一樣 看你自己平常穿搭 喜歡亮一點 還是氣質路線一點